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真的不要再误会我了 所以说你今天与其说是来告白的 不如说是你来澄清误会的 对 澄清误会 两个女人在一起 不是故事就是事 到底是不是一场事故 这场事故怎么解决 你们听完了以后 认为今天她在这个舞台上 有可能诚心误会的希望到底大不大 觉得有点难 因为无风不起浪嘛 你们虽然没做什么特别过格的事情 但是好像有一些小暧昧啊 否则人家干嘛会怀疑你 但是我倒是认为 这个男人在做什么 他的男朋友是不是应该站出来 避免这种误会的发生 因为两个女人之间 你解释不了的你知道吗 你男人你越解释 你知道他的闺蜜会怎么想吗 你怎么帮他说话 你要解释什么 你要掩饰什么 你说清楚 男人有的时候不是解释 而是在中间做一个 就是有分寸 尽量避免跟他的女闺蜜在一起 你真的没有做过 跟这个男的有什么 过分的亲密的举动吗 就你没有做的话 别人是不会说你的 你这个人真服了 根本就不了解女人好不好 我就是比较支持你的 我知道你还是 就是一种比较单纯的女孩 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什么也没有做的话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 他闺蜜不会对他有 灌难 灌难 我问你 我问你 你真正了解女人吗 你知道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吗 女人就是这样 全世界就是你了解女人 你没办法去跟女人交代 交代就变成了无法交代 既然他是这样一个想你的女生 何必就断掉这份友情呢 为什么一定要 他没办法 他一定要和好 不和好 那个就一直在他背后 说他坏话 你知道吗 那如果你真的很主动 要去跟他和好 相反在闺蜜的心目中 我觉得你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 我们故事里一个重点的环节 我们说友情往往中止于爱情 你心里面作为一个女人的敏感 有没有感觉小杰会对你 有一点意思 或者有点好感 你自己说实在的 确实小杰对我有好感 而且还跟我说过他喜欢我 但是我当时说 我说冰心是我的好朋友 但他不能去直接跟冰心说 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那这样在生活当中 你都无法解释这个误会 你凭什么认为 在我们的舞台上 就可以成心呢 我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 像男朋友一样相亲对象 他叫志勇 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之后 私自约了志勇去看电影 我也不知道接触这个舞台 我能不能说得清楚 但是我只是想跟冰心说 我不知道你故意勾引志勇 是因为记恨我呢 还是喜欢志勇 在所有情绪里边 愤怒悲伤等等都可以解决掉 只有嫉妒无解 嫉妒的最后就变成仇恨和抱负 总之这个结果 肯定是由你引起的 小旭与冰心是多年的同事 在公司的两次聚会中 因冰心看见小旭与自己的男友 有过两次肢体接触 而导致同事关系分担引心 各种对小旭不利的流言 也在公司流传 今天小旭来到现场 试图澄清事实 同时挽回 正在与冰心 以朋友方式交往的 相亲男友 那么冰心会来到现场 接受小旭的告白吗 看样子 今天的这个澄清误会 比较难 也有可能一个误会 就误会了一千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大家都在说 一个说两个说三个说四个五个两个都在说 这个源头是你说的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然后看到几个同事正在说 其中一个也跟我很好 他当时说就是你说的 我说了 是我说的 我承认你跟小杰的事情 那点事谁不知道啊 你勾引我男朋友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我什么时候勾引他了 为什么我男朋友去上厕所 你也要去呢 为什么 而且为什么你还拉着他呢 很奇怪的 他那会儿胜利需要要上厕所 那没办法 好 这一次我就当是巧合 为什么第二次 第二次的时候 他还跟我男朋友一起 有说 谢谢大家 我解释 但是他没有 他解释了你会信吗 你会听吗 最后我信不信是我的问题 他说不说是他的问题 他不说我就认为他心里有鬼 他心里没鬼他就要给我解释 现在男朋友已经分开了 你男朋友说的话你还信吗 信啊 他说当年确实是我心喜欢的小徐 假如他这样说你信吗 首先我认为没有这种路口 我想问问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 我比他差吗 我的男朋友会选择他吗 是不是 但是你男朋友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呢 因为他勾引他 如果说是小杰跟他表白 那我没话可说 他可以选择 但是如果是他去勾引的 你回答我们的问题 你认为小杰为什么伤害了你 又没有跟他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 那谁知道呢 偷来的瓜不甜的 另外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和志勇之间到底是真爱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我的吧 感觉 你怎么知道志勇喜欢你呢 如果没有的话 他为什么跟我约会呢 那不你私自约他的吗 而且志勇是先认识我的 是通过我家里人给我介绍认识的 认识又怎么样 他有确认是你男朋友吗 咱们俩这么好 不要跟我说好不好的问题 我们早就不好了 志勇如果他真的不喜欢我 他不会跟我去约会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呢 我也没有办法 他回来跟我说过 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说他 当时看你 我相信这个东西 只有志勇来了我才知道 你是不是为了报复我 而去接近志勇 你是吗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这句话已经很明白了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其实通过志勇来展现自己的魅力 形成一种报复 这是有可能的 是吧 冰星认为 是小旭的介入 才导致他与前男友关系解体 而在现场 冰星坦诚 因为报复 而接近小旭的相亲对象志勇 此时冰星与小旭都提出 希望冰星的前男友小杰来到现场 那么小杰会来到现场吗 看看小杰能不能上场 你们谁去开门 要去也是我去 你不是都已分手了 凭什么你去 他是我的前男友 谁没有他去呢 你不是认为他 他们俩有事吗 那他也算前女友 就是不让他去 你去吧 要还原事件的真相 得一层一层的波 从时间的源头开始 一环一环的把它解开 所以我们觉得小杰可能来到现场 会有利于我们揭开真相 那么我接下来问一下 你希望小杰来吗 我希望 因为这件事情 自始自终都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问小杰呢 我问过了 但是他就是说 是他勾引的他 如果小杰今天来了 他说真的就是个误会 我跟小旭之间真的没什么 首先我觉得真的不可能 因为我问过他很多遍 请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他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 面对着亿万观众说 真的是个误会 我跟小旭之间真的没什么 你会向小旭赔礼道歉吗 我会 好 如果小杰来了之后 他说确实是当年我犯的错 我先 对小旭产生的好感 对他有所接触 你相信吗 信 你信小杰 也会对小旭赔礼道歉 希望你能做到 你所承诺的 接下来我们倒数五个数 看看小杰会不会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亲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杰呢 编导告诉我 他不愿意来到现场 可以跟我们电话连线 听他的声音应该听得出来吧 虽然已经分手了 不会怀疑我们随便 或者是说小旭随便找个男人来冒充小杰吧 应该不会这样吧 听得出啊 来 我们现场连线 小杰 喂 你好 你好 是小杰吗 是是是 你是 你好 我这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的录制现场 有两个女孩不知道你是否认识 一个叫小旭 一个叫冰心 认识啊 肯定认识啊 他们分别跟你是什么关系 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冰心是我前任的 小旭不是她闺蜜吗 你和小旭之间到底有什么没有 小旭也喜欢我当时啊 她是喜欢我 我什么时候不跟我喜欢你啊 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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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当时我跟冰心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老老 我当时真的这么说的吗 你不是当时你有时候让我玩陪你聊些吗 小杰 咱们现在平心说话 我 我对你真的有什么吗 我对你真的有什么吗 我说过那些话真的 你确定 你能拍着你的良心说话吗 你能发誓吗 你敢吗 行吗 行吗 那别闹了 是我 那时候是我喜欢你怎么了 是我追你的 你还试着吗你 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你大脸上 我那个时候确实是我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也挺喜欢小旭的 但是我跟你在一起 有病吧你 稍等 稍等 我问一下小杰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说小旭先喜欢的你呢 你这不是害了人家女孩子吗 你说清楚 你到底哪一句是真的 我都忘了 说清楚啊 那我问你 既然你先喜欢的小旭 你又跟冰心分了手 你干嘛不跟小旭在一块了吗 这个设谱东西已经闹开了吗 还能在一起吗 这个东西就没有意思 再说都没意思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好吧 多谢观看 十一条 我多谢观看 我还能在一起 这些年轻人 我会在一起 送到有范子 把词帐 你给自己的 能随着 那你 还可以 你的 就是 对 说的那句话 我有哪点不如他 有的时候 这个女人的标准 跟男人的标准真不一样 而且跟品德也有关系 确实乍一看 我觉得你更热情火辣 你比小区更漂亮 但是 我说去凭良性的话 一般男人的审美 都会认为 那位适合做老婆 这位适合做 好朋友 好朋友 但是第一眼看上去 肯定还是冰心更加惹眼 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你的高跟鞋 像两把匕首一样 很吸引 但是可能随后就会觉得 这个生活要是这样刀光剑影 其实冰心平时的状态 也并非就像今天这样刀光剑影 像今天这样的咄咄逼人 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优点 其实上我觉得 你们更应该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珍惜你们彼此的友情 不要平时我可以为闺蜜两肋插刀 一旦有一个男人出现了 我就插闺蜜两刀 你后边不论传播谣言也好 还是说抢他男友也好 这种报复性的行为 我觉得对你们两个人 真的都会很受伤 其实说句实在话 今天应该放罐鞭炮 今天是好事 一个渣男离开了你们俩的生活 这对于你们俩是危险解除 同时让你们更容易看清自己 不是挺好的事 你应该践行你的承诺 要低头是很难的 尤其是像他这种个性的女生 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是挺难的 对不起 虽然这些天我们发生了一些 很不好的事 但是过去了就过去了 说开了就好了 我们不要再想大邪了 我们在香港 真是得不起小邪 你还恨我吗 都是我 之前的事情 我必须要给 我都没有跟你说 你会不会给你 做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我因为我一定会为他们 我会想重新的事情 你都有一遍 没有我 我刚刚说 你们俩 给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丢进了我们男人的脸 这种我一开始我确实是因为我当时是真的很生气 我确实是想要证明我真的不是那么差不比小区差 所以我才跟他就是接触的 但是后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我是认为他是对我还是有好感的 你看你们俩一说到另外一个男人马上说有钱的 不是的 又进入战斗状态 不是 我不论如何我跟冰心好朋友的关系会一直继续下去的 但是我只想听志勇到底者说 如果他要是真的也喜欢冰心的话 我会祝福同样 哎呦你真大 你们谁去开门呢 我觉得 又是你啊 小戏去 这会儿你知道让了 来来来你先 来来你先 好 我照例还是要问几个问题 如果志勇不来 你怎么办 我回去的时候我也会问志勇 他到底是对我们俩什么态度 如果志勇就是不说 他就是个模模糊糊的男人 他谁也不说 他我也不喜欢谁 或者我两个都喜欢 怎么办 那我会去争取我的爱情 他两个都喜欢这样的男人你还争取啊 那我问一下你 首先我觉得志勇不是这样的人 你已经几次猜错了啊 小杰你就想错了吗 如果他跟小杰一样的话 那我想这样的男人我不会要 啊 你不会要 你呢 还争取吗 如果要他要真 要是跟小杰一样在背后说我们坏话 猜散我们的话 我绝对不会要的 但是他要是 不那么在背后使用招 我感觉 我喜欢一个人不容易 不是谁都能遇到喜欢的那个人的 知道吗 对于所有的男人来说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就是结盟 两个女人一结盟 男人就死笑笑了 你们现在已经很贱 但我说的是反话啊 就是要结盟 男人才会更老实 好吧 因为男人是欠管的动物 承认吧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啊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金润珍珠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完美告白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啊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准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她给我药的微信号 特别认识的 我觉得金鑫 一直都是一个 特别调皮 特别可爱的一个女孩 你是说她是吧 对 我今天才发现 心机这么重 心机这么重 但是她已经知道错了 但是她已经知道错了 请你说话 不要老崩回路转行吗 我只希望他们两个姐妹 能和好如书 你也是和好了 你来干什么来了 我就是 过来看看 然后他们之间 你打酱油的 你就过来看看 这两个女孩 告白时间 志勇 你知道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你 我 现在不知道 你对冰心到底是什么明确的态度 但是我希望你能把你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你到底是更喜欢我 还是喜欢冰心 我不希望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小旭 对不起 我不该和冰心去接触 更不该和他去看电影 是我做的不好 对不起你 请你原谅我 其实 其实 其实从我们相识以来 这段时间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可爱 特别善良的一个女儿 但是今天我发现你特别的勇敢 特别的坚强 我们相处的时间也不是太长 对彼此的了解也不够深 但是我希望能和你慢慢地相处下去 冰心不用告白了 我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 就是你从今天开始愿意跟小旭 以男女朋友的关系 以奔向婚姻为目的来交往 是吗 是的 冰心来 你想跟冰心说什么呢 冰心 其实你是一个好女孩 冰心我们不太合适 我希望你早日找到你的幸福 得到你的真爱 你想清楚了没有 我当然想清楚了 其实我来到这里 我心里面早已经清楚了 你如果跟这个小旭交往 或者将来结婚 你只能心疼她一个对击别的女人 连怜香惜玉也不可以有 因为你对别的女人的多情 就是对自己爱人的绝情 好吧 希望你能做到 皆大欢喜啊 友谊也有了 爱情也有了 你们可以回了 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告白者 大家好 谁来介绍一下自己 到这个舞台上来是要干什么 我看看啊 来 来展示一下啊 这是一条大路 是成为那里一条很大的河 这是我们的学校 这是你们学校教室 对 而且我们那里的树 树木都很多 张美 人美 水更美 而且那里的鱼可好吃 走到我们那里的人 都说那水真的很甜很甜 这谁画的呀 我 你画的呀 对 你可以拿这张图去招商 嗯 你的意思是说 这里山美 水美 人更美 对 然后希望大家都去夏吴村是吗 嗯 为什么要大家到夏吴村去 希望很多很多人 都能看到我们那个村 希望有心的老师能看镜 然后能去我们那个村 教弟弟妹妹上学 好 其实你不是希望大家到你们那儿去玩 是希望更多的老师到你们那儿去教你们 你们那儿缺老师吗 对 你们那儿有多少位老师 夏吴村的小学 一位 一位 有几个年级呢 六个 六个年级就一个老师 对 那这老师够累的呀 他很辛苦 群山环绕中的夏吴村 因为面前这条大河与世隔绝 孤零零的学校就在河对面的半山腰上 这里的孩子每天上下学都得顾河 接送孩子们上下学的坚决任务 就落在了学校唯一的老师 尹学峰身上 如今尹学峰老师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然而却没有新的老师愿意到这所小学教学 今天 夏吴村小学所有的同学来到现场 希望挽留即将退休的尹学峰老师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尹老师到底是怎样一个老师好吗 你们每个人都说一下 你先说 尹老师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我们 每天早上起来 都是在家爱妇去跳门 叫我们取舱 然后接我们上下学 如果遇到下雨 他都会亲自做饭给我们 做饭 别看他胖胖的吃什么 但对我们真的很好 没有办法 只有哥哥带着 哦 有哥哥 他为了让我读书 自己错了学去打工 你老师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哎呀我饿了 他就在把你给我吃 对我来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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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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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请按键 那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我今天来到这个平台节目上 请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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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按 citizen 请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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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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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未来的儿媳妇 前面 你出了农的暴露啊 你不可能的 你就是个第三者 我第三者阿姨 请您注意 谁知道你今天在这里干嘛呀 您不知道 您儿子知道啊 你现在是每天跟他生活这一期 可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爷女孩 如果我是爷女孩 我就不许跟您儿子一个人在一起了 将来想要做幼师或者是教师的 切记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不要把它只当成是一门专业来学 要知道你选择了这个专业 可能就是很多孩子的心 完美告白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欢迎收看由珍珠美白养活专家 金润珍珠 独家冠名播出的辽宁卫视 完美告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 再见 我下期节目不见